半干的玉米结杆能不能直接加工饲料颗粒 你好朋友我是张一 像这种晾晒的半干的玉米结杆 很多养殖户想要生产饲料颗粒 老哥现在咱们赚钱不容易 可别再上当花这个冤枉钱了 那有些养殖户说 张一啊我前两天看你用这个树叶加上这个玉米棒子 用旁边这台新款的300也能加工饲料颗粒 你是不是骗人的呢 你别着急朋友 我现在呢把这个设备启动起来 用这个东西我再给你做一些饲料颗粒 你看一下这个原理到底在哪 好 您看一下撂仓里边 中间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剪辑 撂仓里边也是干干净净的 玉璃棒子还有青树枝已经完全碾碎了 看一下我们加工效果 为什么说坐船这种饲料颗粒 不适合咱们用来养牛养羊呢 您先看一下加工效果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颜色非常鲜亮 而且颗粒成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有些养猪可能知道 这个原料的含水量太大 不能长时间储存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们加的玉米的 玉米棒子的比例非常大 就是简单来说 这个饲料颗粒的成本太高了 你要用来养猪养殖鸭鹅 它是没问题的 因为现在养鹅养鸭利润还可以 养猪也还行 但是养牛羊 咱们就算的是一个饲料比 这个成本太高 您用来养牛羊羊 可能就赚不到啥钱了 如果大家还不死心 非得用这种半干的玉米 结果加工饲料颗粒的话 您看我们下一个真实的测试